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42课 我喜欢我的学校生词 第42课,我喜欢我的学校生词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昨天学习的一些生词 请大家把手拿出来 我们来比划我们的声调 教学楼 动 我们再说一次 动是一个量词 我们讲一动楼 一动教学楼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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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学刚刚开始 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他们都叫初中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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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都叫高中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是没有高中的 我们学校是没有高中的 好 餐厅 餐厅 这个字特别注意 这个C 这个C 读 餐厅 学校 体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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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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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公 室 好 今天呢 我们学习 接下来的一些生词啊 是和学校有关的 先来看一下这四幅图片 他们都在哪里 这个那么大的啊 我们学校没有 有些学校啊 比如说高中 有高中 基本上就都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看起来好像电影院 是不是 但是这里是电影院吗 他们在做什么 这些小朋友在看什么 大朋友了啊 这两个人在做什么 这个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啊 看一下 剧院 剧院 但是我们学校有 theater老师是吧 他 我们原来还看过一个 剧 剧啊 play啊 跟我们出去玩 那个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之前看过中学同学 他做了一个剧 是不是啊 他们演好像是小孩子 还有妈妈 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 愿 我们知道啊 愿 电影 愿 是不是啊 也是一个地方的意思 那 剧 愿 有一个演剧的一个地方 啊 剧 愿 就是theater了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剧 愿 好 有同学说 这个愿啊 这个字我认识啊 我们学过玩 对不对 做完了 吃完了 就是好了的意思啊 这个是一个 身旁啊 他的部首是这个耳朵旁 好 为什么是耳朵旁呢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可能还要再研究一下这个字 为什么是这样子 好 看一看这个 你同学说 啊 体育馆 这个跟体育馆 体育馆是 是内的 这个好像是室外的 所以啊 室外的东西我们叫 场 运 动 场 运 动 场 好 场 是一个地方 是好像一个比较空旷的 通常呢 是会有一个 有绿色草啊 所以啊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啊 通常都是在外面的啊 运动 大家知道啊 做运动的啊 所以啊 任何你看到的篮球场 你也可以叫它运动场 足球场 你也可以叫它运动场啊 运动场有很多 就是一个大的名字 那运场下面会有 这个是什么啊 有同学知道了啊 足球场 足球场 一个踢足球的地方 是不是啊 还有呢 这个是什么球 棒球场 棒球场 这个是棒球场 也是一个打棒球的地方 还有呢 这个是 这个是打什么呀 这个有同学说 哇 这个好酷啊 在水的上面 对了啊 这个是 这个是 是网球场 这是打网球的地方 是不是啊 网球 大家知道啊 这个网 我们之前还学 好像你们 今年可能不会学到啊 上网 网是 你看到 有只猪网 是不是啊 上网呢 去一个网上 啊 就是 你们用电脑了 是不是啊 这叫上网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没有图片的 我们再跟读两次 每一个字两次 聚愿 聚愿 运动场 运动场 足球场 足球场 棒球场 棒球场 篮球场 篮球场 最后一个 网球场 网球场 好了 嗯 今天的 声词就学到这里啊 接下来我要大家做一个功课 请你们啊 登录你们的Better Chinese Online 啊 用你们自己的账户啊 老师 每一个同学都有寄给你们个人的账户 然后完成你们的录音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录音啊 请你读一读下面的声词 就是今天我们学的这些声词啊 一共有六个剧院 运动场 足球 篮球场 棒球场 网球场 好 请你们录音 然后寄给我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再见